最近好像各样东西都没有什么好消息 欧洲那边的战争情况非常之差 疫情在世界各国确诊的数字也好像大爆发 总之大家都听到很多不想听到的消息 但情况是否真的这么差呢? 纯粹从疫情来说,看起来好像又不是真的这么差 全世界因为COVID死亡的数字最近已经到了两年的新低点 应该是因为很多人感染过之后有天然保护 再加上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后 免疫保护开始就产生效果 至少因为COVID死亡的个案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然不能说说疫情已经结束 起码都可以说疫情整体是向一个好转的方向走 很多人最近都感染了Omicron 有些人都打了针 大家都觉得好不幸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坏呢? 我觉得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我的研究 这个研究就比较一下 比如打了两针之后再打第三针 比较打了两针之后就中了Omicron 免疫系统的反应究竟有什么分别? 其中有些结果就有些出人意表 还有都会给到我们有些希望 这个研究主要是用两个参数作为研究结果的结果 第一就是身体的中和抗体的分量 中和抗体就是可以对付新冠病毒的抗体 令到病毒失去杀伤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Memory B Cell 记忆B细胞 就是在打了针之后或者天然感染之后 我们体内产生的白血球 能够记住病毒的样子 当病毒再侵袭的时候来保护我们的那些 研究结果就显示 打了两针再打第三针的人 它中和抗体的量 比如对付Omicron的中和抗体的量 是可以的 而记忆B细胞也有所升高 不少人会问 大家知道是基于原早病毒来做出来的 你打了一些MRNA疫苗 你身体制造出来的那些激胆白 即是冠状病毒上高的一支支激胆白 基本上就是当初病毒上高的激胆白 又不是Delta 更加不是Omicron的那种激胆白 因为已经变了很多了 为什么打了三针之后 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突然间可以对付变了很多的Omicron呢? 原理我其实之前也解释过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有一个弹性在这里 比如我告诉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个是一本书的话 它就会认住这是一本书 但它不会只是认住这个红色灰色为之一本书 它就会认识整个形态 然后做一些聪明的判断 即是说下一次如果它遇到的是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颜色大小都不同 口薄也不同 但它都能够认得出是一本书 这个当然是非常之好 所以打三针就有它的好处在这里 一定程度都可以减低感染 防止Omicron引额的重症更加有效 但这个研究得意在于发觉 如果你打了两针 再加一次天然感染的Omicron的话 那两者 即是说对付Omicron的中和抗体 对付Omicron的记忆B细胞 会大量升高 升高的程度 就比你打三针的疫苗 要更加高 这种原因可能在于Omicron本身的病毒 上高的激蛋白和原早病毒 已经不同了很多了 所以Omicron提供一些新的刺激 给我们的免疫系统 即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些愈强愈强 即是说如果你打一针 打两针 打三针 每次打完针之后 你身体产生的激蛋白 都是当初病毒的激蛋白 身体是会知道的 即是他会知道 原来又有这种东西来了 我们都是对付一下他 但因为敌人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他就会知道 抗体那些记忆细胞 他又会升一些 不过程度就普普通通 即是因为你见得多的敌人 都是那个 有点满 但如果你有些变化 比如说打两针之后 就是你见过两次 这个最初的病毒的激蛋白 接着突然间 有一个Omicron病毒 走进入身体 他的激蛋白的样子 就不同了很多 即是说给了一些新的刺激 接着免疫系统都会醒一醒 咦?不是的 好像有点不妥 我真的要认真对付他 即是打个比喻 比如你想训练一个很好的 网球运动员的话 如果你只是为波 为他的正手 永远都会在那个位置 让他打回来 那他只是练这一招 当然他都会练得好的 不过呢 如果练得久的话 他都会觉得悶 即是你发挥不了他的潜能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教练 你就应该为一些长波 为一些短波 给一些窩里波 然后调高球 让他满场跑 练他的应变能力 要给一些新的刺激他 他才可以将他的小宇宙发挥出来 因此两针的疫苗 再加一次的Omicron天然感染 出来的免疫效果是非常强的 两针再加一次Omicron 或者我们叫做Hybrid Immunity 引发这个超级的免疫保护 升高了的B细胞和中和抗体 他不单止可以对付Omicron病毒 之前那些Alpha、Beta、Delta那些 加上元祖病毒 一样能够对付到 其实你打三针 他引发抗体反应 和Memory B cell的反应 都是可以对付Omicron 再加上其他几种变种病毒 如果你是两针再加一个Omicron天然感染 他就年龄三年 当初的SARS病毒都能对付到 即是更加强劲一些 如果你有跟进这个频道 你就知道 即是中和抗体主要是防止轻症 防止感染 即是防止病毒进入你身体后 就产生病症 而细胞免疫系统 B细胞和T细胞 是防止重症的 你可以期望打完三针也好 或者两针之后 再加一个Omicron天然感染也好 过几个月之后 因为两者引发中和抗体升高 虽然中和抗体反应很好 但随着时间过去 抗体就会降低 降低之后 可能你一样会再给新冠病毒感染 你是打三针也好 或者两针加一个Omicron也好 记忆B细胞的反应 或者其他的细胞免疫系统的反应 应该是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即使过几个月 中和抗体量降下来 你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你幻想新冠病毒 之后变成重症的机会 就会很低了 因为细胞免疫系统 B细胞那些继续在做 因为大家打了针 接着可能有一次感染 或者不幸运 可能不超过一次感染 之后这个系统就会更加原备 病毒对我们的影响 应该会慢慢消散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сожалению 点赞 订阅 撒如 transmitt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